您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昨天呢,在很多留言当中啊,有两条留言呢,比较有意思 今天呢,我得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一位呢,是咱们这个书馆的老听户 说怎么一到这个关键时刻,你就明天再说呢 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咱们老听众啊,都无所谓了 可是不是还有那个心听众吗? 咱得把它勾住了,留在咱们书馆一块儿热呢,不是? 其实我知道啊,这话呀,是半开玩笑,是理解我的 还有啊,就是不理解的,那张子就说是废话连篇 你怎么不知道总结总结呢? 其实啊,说这种话的这个听众呢,完全是没整明白 这书馆是干嘛的,您瞧瞧,咱们翻轻石稿,轻石路 还得看一些野石笔记,什么这个清败累秀啊 校庭杂路啊,等等等等啊,咱们都得翻翻 咱们为什么呀?咱们不就是为了把这史书上啊,一句两句话的历史故事 把它细化,把它呀,编成这个说书人的语言讲给您听 这不是聊天讲故事吗?您要看这个精炼提取呀,那轻石稿比谁提炼的都精准 再不去呢,您就看百度百科去吧,您还找我干嘛呀? 孩儿那句话,咱们这是书馆,节奏要推快了,不是咱们该干的活 得嘞,几句闲言勾开呀,咱们是书归正文,咱们今天呀,就得说这个格登山之战了 要说呀,这历史上啊,以少胜多的战役呀,我听说过,真的假的也好啊 有那么几个呀,倒是耳熟能详,这最知名的,那就得说呀,是赤壁之战嘛 咱们不管这正史怎么说啊,反正这个三宫演义是三万二对八十三万 诶,这评书门的老先生啊,连丽如先生说的好 这八十三万对三万是怎么个意思呢? 就这八十三万人呢,在江边上把脑袋伸出来,让这三万人拿刀剁 诶,这胳膊泪舌漏也剁不完 还有什么著名的呀,肥水之战,巨鹿之战,关渡之战,虎牢关之战 这些呀,那都是以少胜多的战力 不过呢,今天我要跟您说的这戈登山之战呢 那应该是这些以少胜多的战力里边啊,人数相差最多的 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没注意到,还有可能啊,是指挥官之间相差级别最高的 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在这乾隆二十年的四国院间 哎,这清朝的两路大军和平一处,就把这个准干的大汗达瓦齐逼到了戈登山一带 这达瓦齐啊,背靠戈登山面朝沼泽与这清军大营啊,成对视之势 这呀,可是一个实力悬殊的战场 哎,这个悬殊到什么程度呢?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不过在我这估计啊,应该是一个一比八的这个战力 说这个达瓦齐军中散鸡毛凑胆子,可能啊,还有一万多蒙古骑兵 这清军大营啊,我估计至少说应该有八万 您想啊,这清军的广八旗兵啊,就派出了五万 这两路蒙古先锋,每人掌三千兵 不过呀,这些蒙古先锋可还带着自己的步众呢 所以说呀,加一块,我觉得少了说也有八万 那要是说呀,这八万人一股作气冲过沼泽去打这个达瓦齐啊 应该不费劲 可是啊,当时这营里边的主将班地和这个蒙古先锋达瓦尔萨那呀 这两个人就商量了 不能贸然的穿过沼泽 直接这个大军呢,就从正面进攻打瓦齐 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 其一啊,就是这个沼泽呀 到底他的深浅呢,的泥泞程度啊 不知道,他会不会是一个天然的万人坑呢 也说不清楚 所以啊,得派人侦察清楚咯 再有一点呢,这个达瓦齐背靠戈登山 这戈登山后啊,有没有埋伏啊 大军也是不知道 万一这大军正在进攻达瓦齐 有一支生理军从两肋插出啊 以意代劳 这事啊,到时候就不好办了 不一定啊,不能打胜 不过呢,这个伤亡肯定就是惨重的 于是这二人一伤呀,决定成立一支侦察小分队 到这个达瓦齐的军营前后啊,去侦察敌军的虚实 那么谁去带领这支小分队呢 这一点呢,清诗稿上可没写 这个清诗录也没写 阎诗笔记,什么清拜类钞啊 孝庭杂录也没写 您得从哪看呢 哎,得从这个乾隆皇帝写的诗里边去找 乾隆啊,给了阿玉西写诗啊 那可不是一首,是好几首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儿啊 不一一的都念了 咱们捡那些啊,关键的聊 咱们捞干的书 其中有一首诗里边有一句就提到了 他呀,原来在准干尔韩国的身份 是怎么写的呢 准干尔属丝牧尘 至于他呀,是管牧场 还是管放牧 咱们在这儿就说不清楚了 因为这个线索呀,就只有这么一句 哎,那他怎么就从这个准干尔韩国 投到大清国了呢 这诗里呀,也写的很清楚 哎,后边是这么写的 其法获罪,应错臂,徒步万里来象化 说这个阿玉西呀,他犯了罪了 犯罪应该怎么惩罚呢 应该剁去一只鸽呗 这阿玉西呀,一琢磨呀 你剁我一个鸽呗,那我可就残废了 我还不如啊,我就脚底下抹油 得一安,滴安了呢 于是啊,就徒步万里跑到了大清的属地 投靠了大清 哎,这徒步二字啊,您完全可以忽略 因为像阿玉西这身手 从哪儿他弄不来皮战马呀 干嘛飞那腿的呀 哎,在诗的注解当中 这乾隆皇帝还明确标注了纪念 哎,他说呀,是在雍正十一年 也就是说在雍正十一年的时候 这阿玉西呀,他才来投诚的 咱们在这儿啊,还得给您分析两句 这阿玉西呀,在这个准嘎尔韩国犯的罪 一定清不了 这准嘎尔韩国呀,他有一部法典 咱们前边总是提到过 叫魏拉特法典 这部法典呀,您翻看之后啊 您就会感觉到啊,很有意思 因为这里边他几乎没有死刑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呢,就是这草原上人太少了 人是最稀缺的资源 杀了一个呀,那就少了一个劳动力 那砍了一个胳膊呀,就等于失了半个劳动力 所以说呀,这种肉型在草原罚典里也几乎没有 那么说呢,既然有罚典,那这草原是怎么惩罚这些犯了事的牧民呢 主要是罚钱,当然了这牧民呢,他也没有钱 所以说呀,就只能是罚牛羊 哎,牛羊要是罚干净了 那就只能啊,拿喜而抵债了 所以说您想起吧 像阿玉西这样,一生五义的这个蒙古官员 犯了错误,要被砍胳膊,那一定是大事 他不管怎么说吧,这跟头靶似的呀,他算是降了大清了 可是到了大清之后,也没见他有多得烟愁 在这个雍正年呢,他并没受到重视 一直到乾隆年呢,有一位准夹尔的这个胎记来投大清 谁呀,就是现在啊,军中西路军的副统帅萨拉尔 这萨拉尔啊,他认识阿玉西 他就跟这个乾隆皇帝说 哟,大皇帝陛下,您怎么能让这个人喂马呢 这阿玉西呀,他身怀绝技 这喂马,太遭紧人才了 这乾隆皇帝说,哦哦哦,他也没说呀 他有什么绝技呀 你跟朕说说,这萨拉尔啊 是怎么回奏的不清楚 不过呀,这乾隆皇帝的诗中写的很清楚 他说呀,萨拉尔来续其事 云记笔众永绝伦 持冲迎面未击发 直进首夺无群寻 在这儿,您听清楚了吗 这阿玉西呀,可不是会这个空手夺白刃 阿玉西呀,是在马上啊 能读过对方未击发的火枪 很多老师啊,讲到这儿的时候啊 都说是能夺长毛 实际上不是,是火枪 这个老师是肯定没看过这乾隆皇帝这首诗 这乾隆皇帝听完了这个萨拉尔啊 对这个阿玉西的介绍 哎哟,这不是神人吗 于是啊,就把这阿玉西呀,选进为了侍卫 老听夫一定知道,那不用琢磨那也是兰陵侍卫 乾隆二十年,这平定准杆尔的大军一出征啊 就把这阿玉西呀,安排到了军中 并且给了一个四品的武将官衔 于是,这阿玉西在军中又挑选了两名副手 带着二十二名精壮的蒙古勇士 这二十二个人呢,也都是这个厄鲁特人 也原来都来自准杆尔韩国 就这样的二十五人的小队呀 算是组建完成了 有的这个史料当中啊,说是二十二人 哎,这可以理解啊 中国人的习惯啊 这个在形容进军有多少人的时候啊 是只说兵不说将 但是咱们呀,得能分清楚 这里边说的呀,是二十五人 也就是呢,三元将官带着二十二元侍从 天一入夜 这二十五人的侦察小队可就出发了 阿玉西先带着这些队员 侦察了这个大营队面的这片沼泽 他们发现这沼泽呀 虽然泥泞,也有这个线人坑 但是啊,并不是无路可循 他们把这个路啊,坐上了标记以后 就穿过了沼泽呀,来到了戈登山下 这快马急驰啊,飞奔到戈登山上啊 往山下一看,他们可就算放了心了 因为他们发现这戈登山下呀 迎着这个沼泽就只有达瓦齐的一座大营 也就是啊,他带来的那一万来人 细细拉拉的呀,有那么一千来坐帐篷 寺外呢,也并没有其他的援军埋伏 借着这个朦胧的月色呀 这阿玉西就发现了百分之九十几的帐篷啊 都黑着灯,也就是说呀 这个准夸的士兵这会儿啊 都累了,都睡了 这会儿啊,这二十五名勇士都勒马 站在戈登山上 实际上啊,是在这个达瓦齐大营的后边 这主帅的营帐啊,一定是在军营的后方 为什么呢 主要啊,是为了主帅的安全 再有一个居中指挥吗 这些个情况啊 在山头上的阿玉西看得是明明白白 于是呢,他就跟这个两个副手说 咱们现在穿的呀,都是本族的盔甲 并没有着这个清军的号坎 咱们几个呀,又都是本乡本土人 凭借着咱们这个穿着语言啊 以及这个模样的优势 咱们很容易的呀,就能混进大营 如果咱们要是能成功的冲到中军大仗 这样啊,升秦打瓦齐 或者是干脆宰杀了他 也不是一件难事 那这当兵打仗为了什么呀 为的就是得到军功之后啊 好有升迁 咱们要是秦德贼手啊 那一定是大功一见 到时候啊,这乾隆大皇帝伯格达汗 对咱们是一定有重赏 咱们也知道啊,山下这一万多人啊 多是这打瓦齐抢来的牧民 没有什么战斗力 他的亲兵啊,也不过才有一两千人 干与不干呢 兄弟们啊,我听你们一句话 难道说你们就不想弄个将军干干吗 这么鸡贼的话呀,是我说的 反正啊,这阿玉西啊,说的可能也就是这意思 谁想到这阿玉西把这话说出来呀 一拍即合,这几个人呢,他也是这么想的 就在这格登山上啊,他们就制定好了作战计划 于是整理好了军械之后啊 这二十五人呢,就一计行事 先是啊,骗开了这营门 因为啊,很容易 他们说呀,是这个巡逻的小队 巡逻已毙之后啊,正式要回营 然后,我到了这个营章秘籍的之后啊 阿玉西一声令下 这二十五人呢,先放了一通牌子枪 然后啊,就是拿出火帘 大规模的放火 哇,您想啊,那牛皮大杖 那还不是沾火就着 哎呀,这会儿老天爷爷帮忙 不知道从哪儿啊 刮了一阵子西北风 风界火势,火界风威呀 转瞬之间,达瓦齐的大营就成了一片火海 猜测的果然不错 这些个士兵,实际上就是抢来的牧民 听到有人来杀,再看营中起火呀 一个个儿也不敢反抗 趴在地下,双手抱头 撅着屁股,成鸵鸟状 这二十五人的小分队 一看这种情形啊,乐了 于是联盟就喊 这准个二的士兵啊,听着 不要在原地不动 都集合到营门啊 到那排好了队 等待着大军收编 投降之人呢,是直讲不伐 反抗之人呢,是格杀勿论 这全天下,他没有比老百姓再听话的 哎,听到这些话之后 这帮人吸了呼噜就帮营门那儿跑 后来啊,经过这个细细的统计 阿语西二十五人的小队啊 广是大小首领就拿了二十四人 士兵啊,一共俘裸了六千五百余人 那这会儿达瓦齐怎么样了 达瓦齐在后边啊,他的牛皮大仗当中啊 突然发现这钱寨起火 他身边啊,也不光都是这些老百姓士兵 还有这个两千多的亲兵卫队 这钱寨一起火呀 这两千人不知道什么情况 以为是啊,这几万的大军杀到了呢 作为这个亲兵卫队啊 只有一次赶紧保护着自己的主子跑 一样是趁着这个火势之乱 再有呢,这二十五人的小队啊 也确实是人少 没有能力拦截这个达瓦齐的两千余众 这才让这个达瓦齐趁乱趁业呀 逃离了格登山 那么这次战役它有什么意义呢 也就是说呀,持续了七十多年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 凭准战争啊 就应该说已经结束了 那有人说不对呀 后来不是还有这平定阿姆萨纳之乱吗 实际上您别忘了 阿姆萨纳呀 可不是人家这个绰罗斯家族的人 爱寻觉罗与绰罗斯的较量啊 这是最后的一战 那么这达瓦齐的下落和下场又是如何呢 哎,这真得明天再聊了 要之后是如何 咱们窃听下回 分解